下一站会去哪里啊 去你休息 今天来吃老婆画的大饼了 排了四个小时到我了 辛苦了 谢谢老婆 今天愿意来买我的煎饼 还等我这么久 谢谢老婆了 愿意拍我了 那老婆要跟我拍照吗 等会吧 辛苦了 辛苦了好累啊 站一个晚上 其实老婆你不觉得 你坐在那里等我一晚上 会更辛苦吗 如果坐着摊饼舒服 而且好看的话 我也想坐着 但是呢 这样子人家就会开始骂我了 哈哈哈 但是而且有一点 老婆你又没想过 如果你不来买我的煎饼的话 嗯 那么那些讨厌我的人 他们不就能来买我的煎饼吗 来我面前 嗯 我想要鸡柳 鸡柳 然后还有 呃 鸡鸡肉 还有火腿 鸡鸡肉 还有土豆丝 还有 凯带丝 记得住吗 哦 我都记住 哦这么厉害 就是把肉肉都加了 后来就是土豆丝 还在吃了嘛 嗯 没错吧 那老婆想吃什么酱 甜的甜的辣的 我想要狗头的那个酱 狗头的酱的话 要猜最隐藏酱才可以呦 番茄 还是吗 呃沙拉 没错 嗯 老婆你既然知道有狗鸡脚 嗯 难道这都是默默做的 狗客 是的 对 那这个是我今天的第10天吃狗鸡啦 我只能记得住 我今天卖出去 多的是狗鸡 多的是猫猫 记不住的是每天多少份 你明天就走了吗 明天是最后一天啦 好好看呢 嗯 哈 也不靠我是谁 我是天才煎饼师 呵呵 你在这热不热呀 这个热 这个如此200度 我昨天就边烫饼边中暑 但是 今天已经好了 因为今天有风 昨天没有风 你下一张会去哪里啊 去你QE 哈哈哈哈 好酸啊 还在吃哈 哦对 你如果说的话我会记住的 嗯 好痛 嗯 把狗头包起来等会一口吃掉 好的 老婆 哎呀 嘿嘿嘿 这个煎饼果子来之不易 老婆的手艺太好了 嘿嘿嘿